Tee Party 整個Tee Party 這個名稱本身就非常具有東方跟現代的結合 因為party 是西方人的一個術語 就是很多人聚在一起 茶跟party把它連結在一起 而產生了一種 具有某種衝突的美感在的時候 那我們今天再重新再去詮釋 茶這個東西的時候 應該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詮釋它 它是茶而產生的聚會 所以就用我們的大小四個不同的圓 去構成茶具的茶杯的一個image 就像人跟人之間的一個交會 我們會講說以茶會有 溫度傳遞的是茶的生命 水是活化生命的一個最重要元素 我的作品透過這兩個元素 表達在作品上面 它就有一種 其實是一個有點類似新舊教體的一個手法 那在外觀上面呢 我也企圖地把水的元素帶進來 挖了很多的一個孔 我們用一個比較新的材料 用新的比較時尚的一個手法 去包覆裡面很古典的一個茶具 其實跟我做的一個織品裡面有一個是青苔 其實那個漫漫會讓我覺得就很像 河床還是濕地 就是那個水好像慢慢的湧起來 它不是一個很快的 不是像海浪這樣子 那個青苔有點像海綿這樣 它就是慢慢的因為吸水嘛 所以它也許就變得比較蓬鬆嘛 然後水如果退掉它可能就 就是讓我有那樣子的一個畫面 就是一個水的文化的延續 所以我們嘗試了把整個水的概念 帶到我們的茶雞的設計裡面 然後慢慢的去流動在整個茶雞的表面上 以致於說這東西傳達出一個 我們對於水的一個概念 茶雞應該算是整個Tea Party表演的中心 藉由茶雞跟茶室跟觀眾之間互動 然後找到一個可能被發展的可能性 唯一一個跟時間有關的 就是我 對我而言我就必須要去想像 哪一個Party它是怎麼進場的啊 觀眾坐下之後他們環境是怎麼樣啊 讓他們可以靜下來嘛 然後接下來舞者應該他坐下來是什麼 他拿起茶是什麼 就是這個是順序 就必須要在我的想像那樣能構成 那些水的聲音 你不自己去錄 其實你很難掌握到它的變化 在流動中可是會有細節 慢慢這兩個字 提供了你這個型態是 就是以變以利於你可以多看到細節 在音樂上面的設計就是 就是把那個動態降低 但是把細節增加 我嘗試在這一次的創作裡面就是說 我希望我可以用我個人一針一線 我用手縫的就把整件那個表演的那個衣服 我把它縫出來這樣子 我希望沒有任何的一個中國服裝的元素 在這件衣服上出現 所以在形式上可能會比較接近一個當代的一個服裝的輪廓線 它可能是空間感很大 很舒適的一件衣服 但是它就是不是那麼的傳統 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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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